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认为进场选台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这个运气之外 进场选台的工作几乎是赚到了我们这一场胜负 它的权重的70%以上 赢大钱的我认为除了运气就是靠这个 那么问题就来了 目前有效的方式有雷几种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最重点的话 我们事实上就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个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有雷几种 好吧 那我们就来开始进入 好我们讲啊 进场以后啊 开打就不顺 开打不顺其实是 我们从我们就 最直接了断的来解说就是 你的主观 你的主观的意愿和你原本的既有的思路 和目前的排路 合不上吗 他跟你反的来吗 或者说扭扭捏捏的来吗 步履蹒跚的来吗 那所以说你跟他之间 你要不就是说你连错就是错 你就是错误嘛连书 那么要不就是说 别别扭扭的步履蹒跚的 对吧 事实上呢这个问题呢 就不算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讲你进场顺风顺水的话 那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跟他俩很合嘛 而且你这时候运气也很好嘛 那么我们就要讲啊 就是说我们讲这些话都是很表面的东西 意义不大 我们就说这个进场选台里面 他最重要最重要的点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说白了啊 我们这个进场选台的这个重点呢 我直接点题啊 我们的重点就是在投机 我们是投机 我们是投机 那么投机的话呢 需要我们做两件事 知笔知己 然后找到最佳时机 这两件事是通过什么来完成的 就是说你首先你平时 你就要对赌场的台桌 赌场的排路 你要对他进行一个定性 因为我这个不是课程啊 我只是跟他简单介绍 我们的一些主要的概念和理念 所以说有很多具体的的话呢 我就可能不太方便讲 包括一些指标性的和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 我们对赌场的台桌排路 我们要给他有一个定性 并且呢我们要总结出排路的一些属性 你只有这样的话呢 你才可以对这个赌场的 我们讲这个百家乐的 就这家赌场的这个百家乐的 或者说整个比如说澳门吧 或者比如说那个那个 你说新加坡也好吧 但是呢我们个人认为 我们认为啊 就是说如果再细化的话 你应该是对每一个赌场的 首先是对百家乐的排路 定性属性 然后你再把它细化到 就是说对每一个赌场的 他的一些特性 应该就是还多一样东西呢 就是特性 所以这个特性你要给他有 你首先要有一个总结 你在哪里打仗 对吧 你比如说 我们做一个比喻 就相当于是 你现在是在这个海陆空吧 你是在地面作战 还是准备用空中作战 还是在这个海上作战 那你使用的武器 战术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么我们再讲再细化到 你假如说你是在陆地作战 那么你现在是在平原上面作战呢 还是在丛林里面作战 还是在这个高山里面作战 甚至是在城市里面打巷战 那么这就是你的一些战术问题了 那么你这些战术呢 都是依据什么呢 是依据 依据对方的 他的我们讲 你给他定的性 他的属性 他的特性 或者说他的属性和特性 你给他分文别类的定性了 那么这就是你对你对手的 我们讲知彼 你对对手的一个了解 那么 同时 他们 目前 在赌场里面 这个时段 或者说他们分别在什么时段 他们分别会怎么样的出现 这个呢 你平时就必须得下功夫了 你要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了 那么另外一点 那也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我们知彼知己嘛 那么这个时候 你假如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而且你这个时候你进场 你已经对目前的 这个赌场的目前的这个 这个时段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性 一个属性 你已经基本把它判断出来了之后 不够 你还要对自身的状态进行一个检测 那么自身状态检测 我以前在视频里面有讲过 我专门讲这个 我对澳门的这个 所谓的高手 百加勒的高手的观察 他们就会看 在赌场里面赚很长时间 不说很长时间嘛 起码也得赚个十几二十张台吧 有时候站在那里停一停 其实上它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讲的 对自身状态的检测 对自身状态检测是用个什么方式呢 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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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并不真实的下注 我 我在任何一张台上 我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就是人家正在打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排路正在运行 正在走的时候 那么我在这里面看一看 我的判断 准确不准确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直接 因为有很多赌场 它是可以飞牌的嘛 你直接让它飞几手 这个时候呢 你提前做一个判断 但是你不下注 看看你这个状态怎么样 那么呢 我们就说 你是用这个模拟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这个模拟呢 它不仅仅是测试你目前的状态 这个状态里面还包含什么呢 还真的就包含了你的一些运气 那么如果说你这两个工作没做 也就是说不知笔 不知己 你还投个什么鸡呢 对吧 那么我们再讲最佳时机的说 哎呦我上个视频有没有讲 上个视频没有讲 没有讲 因为这几天我正好有课 因为我 我跟一个 我跟一个 一个超高额的玩家 我跟他 我跟他单独上课这几天 所以说我可能搞得有点混了 那么你就要寻找到一个 我们讲最佳时机就是 所谓的切入 或者切入点 你要有这个切入点 并且呢 你是以什么呢 在这个切入点上 你是以 试错的心态 包括筹码 进去 这个时候不是模拟了 这个时候是真金白银的 开始进行 投机的一个尝试了 所以说我们说 是在切入 开始切入了 那么我们刚才讲 这里我们就讲 哎 目前有效的方式来几种 我刚才跟他其实就介绍了一种 就是凭你的经验 你对排路进行 这些工作 然后 然后 在现场你做这件事 这件事是一定要做的 那么我跟他推荐一下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这几天 我遇到一个超高额的一个玩家 那是已经 他已经是赢钱 已经赢到了 是我目前 我目前 唯一遇到的一个真正的 是因为他赢钱 以及他对赌产的一些 怎么说法 对赌产的一些 这因为很多东西我不方便说 他对赌产的一些一些貓利 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发现吧 那么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我不知道方不方便讲 我刚才也没有 也没有通过他的一个同意 但是我认为关系不大 而且他希望 希望 我不能说多啊 就说什么呢 他是用数据 他是用数据解决的 或者说叫数据流 他是用实时的数据 他有一整个团队 用整个团队去收集数据 就在一个赌产里面 我盯着这个赌产打 但是呢 这个赌产呢 我是用 一个团队 几乎24小时 收集他的数据 然后完成我讲的这个 我讲的这个 给他定性 通过这些数据 他做出了 我们讲什么 他做出了一个 最佳实际的一个判断 然后进场 所以说他的胜率非常高 所以说他赢的钱吓死人 一点不夸张 总体的话 那不是那些赌神什么 吹牛逼 说他们赢的什么千万 好像吓死人的 人家一场都可以赢这么多 或者说这一个阶段 他就是 哎不说多了 那些我不催他了 我就告诉大家 我们的进场选台 就是要给自己提出这么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你清楚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 我重点是知彼知己和实际 把这两个问题给解决掉 那么我们 我们讲调调大陆通罗马 你把问题已经找到了 你的目标和目的 你已经清楚了 方法有很多的 那么凯利策略呢 只不过是凯利策略的自己的方法 我刚才讲的 那个大赢家 那是真正的大赢家 大赢家又有大赢家的 他的一个 另辟蹊径 但是是符合 规律的 他的一种特有的 打法 不不不 这个不叫打法 他的一种特有的一种 一种 解决 这个问题 达成这个目标的 他的方法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进场选台呢 我就 我就把这个重点 思路 理念给大家讲 那么我一直讲 我的这个会员视频呢 事实上呢 我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那就是说 给老学员来给他做一个 给他做一个 就是在课程里面没有讲到的 我给他做一个强化 给这个未来的准学员 那么呢 我给你把这个理念 这些思路我给你讲明白了 我给你提供 就是说 我今天在讲完以后 到时候我只要 我只需要把指标和具体的方案 跟你一讲 你马上就通了 你马上就可以上手了 那么还有对于一些老玩家来讲的话呢 你有你的经验 那么呢 我给你开拓一个思路 我给你一个理念 你可以自己去做开发 对吧 好吧 那我们今天这个进场选台呢 我们就 这个会员专享的视频呢 我们就简单的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